火星一直都带给人类一种神秘感 随着科技的进步 火星神秘的面纱被揭开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呢? 视频制作不易 用你发财的小手按住点赞五秒 支持我们一下 火星是离太阳第四境的行星 古代欧洲称火星为马尔斯 也就是红色星球的意思 因为地表被赤铁矿 氧化铁覆盖 所以火星表面是红色的 火星的直径约为地球的一半 公转周期是地球的两倍 火星是太阳系中 与地球最相似的星球 在科学家的猜想中 人类也许可以移民火星 可事实上 火星的环境非常恶劣 没有生命的痕迹 还有科学家提出猜想 也许火星有生命 只是人类还没发现而已 为了探测火星是否存在生命 美国NASA向火星发射了多个探测器 在这些火星探测器中 最著名的就是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好奇号于2011年11月发射升空 于2012年8月在火星盖尔陨石坑着陆 好奇号是美国第七个火星着陆探测器 也是第四台火星车 它是人类史上第一辆采用核动力驱动的火星车 好奇号总投资26亿美元 2019年10月 美国航天局宣称 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盖尔陨石坑内发现了 富含矿物岩的沉积物 这表示此处曾经有一个盐水湖 由于气候波动使火星环境从曾经的温润和潮湿演化为 现在的冰冻和干燥 好奇号拍摄到了最清晰的火星全景图 图像的像素高达18亿 由1200多张图片合成 呈现了火星大陆上的真实场景 这座星球十分荒凉 暂时没发现任何生命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山坡碎石和沙粒 几乎由黄色戈壁和沙漠组成 尽管一片荒凉 没有一丝生机 但依旧存在大量的水冰物质 这让科学家对火星存在生命抱有一丝希望 科学家猜测 火星的土壤中 没准存在着适应极端环境的微生物 只是目前的火星车很难发现土壤中的微生物 因为火星车的科技是有限的 美国NASA于2020年发射升空的一辆火星车 命名为毅力号 它在2021年2月19日登陆火星表面 过去的一年中 毅力号火星车传回了大量真实的照片 未来的日子里 它将会在火星表面收集火星的岩石样本和土壤样本 再把样本用特制的试管封存起来 然后NASA会发射新的火星探测器 前往火星把这些样本带回地球 毅力号火星车将会在另一种 不那么容易破碎的岩石表面尝试采集样本 它将会用搭载的研磨工具 对这一块岩石进行一些粗加工 以获得更好的外观 同时帮助科学家团队决定 这一块岩石是否就是他们想要取样的岩石 假如科学家确认这是他们想要取样的岩石 毅力号火星车的钻头将钻进岩石 收集一个铅笔后的核心部分 并将其封入一个样品管 在研磨和钻孔采样之前 毅力号火星车拍摄到了很多照片 从分享出来的照片中 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岩石 以及毅力号火星车车轮的细节 在火星车的四周 到处都是岩石 以及一些沙利和沙丘 周围的风景看起来 就像地球的戈壁滩 另外科学家在这张18亿像素的火星照片中 有一个意外发现 那就是在火星的表面 发现了一次像黏土或者流水冲刷的痕迹 对于这些痕迹 有天文学家猜测 火星在亿万年前 可能是一颗环境适宜的星球 那时候的火星存在大气层 水资源和比较温和的温度 甚至火星可能存在生命 可能是后来 火星发生了一次大灾难 导致水资源和大气层都消失了 生命随后也灭绝了 就这样 火星从一颗适宜生命生存的星球 变成一颗荒凉孤寂的星球 也就是探测器拍摄的样子 现在的火星 大气以二氧化碳为主 非常稀薄 而且寒冷 遍布着撞击坑 峡谷 沙丘和历石 没有稳定的液态水 火星的南半球是古老 充满撞击坑的高地 而北半球 则是较年轻的低地平原 火星上有太阳系中 已知的最大山峰 奥林帕斯山 和最大的峡谷水首号峡谷 通过探测得知 火星有两个天然卫星 火卫一和火卫二 形状不规则 可能是捕获的小行星 另外 在火星观察到类似地下水 涌出的现象 南极冰关有部分退缩 雷达数据显示 两极和中纬度地表下 存在大量的水冰 NASA这次对外公布的 火星全景照的影片 至今已有500万次的观看量 通过照片可以看到 不管是地貌 荒芜的陨石坑边缘 颜色 好奇号留下的车轮轨迹 全都清晰可见 图像可能会呈现出变化的形状 NASA也进行了解释 说360度透视图会 使其产生鱼眼镜头状的视觉感 画面曝光后 网友纷纷留言 表示这些照片非常惊人 非常震撼 其实 对火星的探索远远没有结束 随着科技的进步 相信未来 还有更多的火星照片公布出来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了 本期到这就结束了 观看更多科普视频 记得关注科普库